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两个是异地恋 在一起快两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照顾体贴 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 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总是想让我以他为中心 甚至限制我的交际 他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只是关心他 在乎他 我就怕他在外面受欺负 可是他总是跟我吵架 他还总是想让我回老家发展 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只是想跟他一起打拼 为将来奋斗 他一切的行为 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这样压抑的爱情 我真的不知道他能不能跟他走下去了 一段爱情是如何的压抑 让爱情当中的人产生了恐惧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白先生 25岁 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 雪女师 23岁 来自内蒙古护士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老妹啊 真好 好好好 怎么认识的呀 两位 我们当时就是 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聊着以后 两个人兴趣也比较合得来 再加上有一次 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 鄂尔多斯旅游的时候 然后他当着朋友的面 就跟我表白了 但是我也就接受他了 到现在为止几年了 两年了 对你好吗 这孩子 他一开始的时候 对我真的特别好 因为我不是在哈尔滨 读书嘛 那个 然后他怕我在那边冷着 或者饿着怎么着 然后就给我寄的 各种暖贴呀 保温杯呀什么的 而且还给我寄家里面 牛肉干什么的 特别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 他特别体贴 这不挺好的了吗 干嘛说太怕呀 压抑呀 怎么来的这些词的呢 他的控制欲就是后来 慢慢慢慢地表现出来了 就是他一联系不到我 我一不接他电话 就特别急 然后就开始找我身边的人 就像有一次 我们几个社友一起出去 给朋友过生日 晚上就没回学校 结果他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肯定听不着呀 KTV本来就吵嘛 然后他就给老师打电话去了 打到老师那儿 老师真特别着急 你说这几个女孩子干嘛去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 怎么办呀 当然了 对呀 然后本来学校就不允许 夜不归宿 我们也是同模跑出去的呀 然后第二天我们回学校之后 老师就开始批评我们 把我们叫到办公室 说离上了我 当时差点受到学校的处分 我觉得他不应该 给我老师去打电话 那不是人怕你出事是吧 对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那会儿我给你 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不接就算了 他们四个都不接 你让我咋办 万一出了点啥事 你考虑过我吗 我觉得他就是想监视着我 所以男生其实 他的担心是对的 一个人不接电话 怎么一起去的都不接电话 搁我我也会担心姑娘 为什么都不接呀 因为我们手机都静音 玩得那么开心 谁能顾上看手机呀 哪怕你给我说一声也行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去哪儿都得 跟你报备一下呗 这没什么呀 你要嫁给他结婚以后 都是这样啊 今儿晚上去唱个歌去 跟谁谁谁 不是都报备一下吗 可是我觉得我想干嘛 我连点自己的自由都没有嘛 理解 理解 除了这个呢 还有就是他就是连我的暑假的时期 都要控制 什么叫要控制嘛 就是我们那次放暑假 一起约了一个实习单位 想去积累点社会经验 本来就快毕业了 积累点社会经验 本来就是好事嘛 是是是 我就跟他说一件事 死活都不同意我去那个实习单位 为啥 让我赶紧回报头 他其实就像我陪着他 然后什么都别干 你那实习单位靠谱吗 这么正规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不靠谱的呀 行 我问一个问题吧 你这就不说实话 男人你知道敢做敢当 我问一个问题都不好回答 我们俩是异地吗 嗯 你想我不 想啊 想我为啥你实习你不回来呢 但是 这是心里话吧 对 不就这才是心里话吗 暑假了你就应该回来 好不容易盼到暑假了 你不回来 我是吧 对 说实习你话 那他可以来看我呀 那他可以来看我呀 哦 对 你可以看人家呀 每次都是我去看他 哦 你老看他是吧 对 老是我 也就是说你们两年 异地的过程当中 都是你看他 对 都是我去看他 哦 我放假也回去呀 又不是不回去 我一放假回去 他就把我时间控制特别紧 他意思是我天天天得陪着他 我什么都别干了 哦 回来的也少啊 回来的少是吧 对 你就想跟他腻在一起是吧 是 哦 他你所谓的 他管束你呀 或者管制你 管你交往什么的吗 对 对对对 管我交往的朋友圈 交际圈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以为他就是单纯吃醋嘛 我当时还挺心的 我说男朋友为我吃醋 说明他心里有我呀 没想到后来 直接把我和别人的 联系方式直接切断了 他直接把我QQ上的好友 都给我删了 所有吗 不是 就是男性 这是干啥 对 我就是不想让你跟别的异性 都有接触 这很正常嘛 所有男人都这么想 不是 你可以这么想 你人家自由地接触 还可以的 你真删了 他删了他特别理直气壮 我给他打电话问他 他说对 就是我删的 我真的特别生气 而且他就不光限制我和异性 他就连同性都要限制 这怎么限制 我跟闺蜜出去玩 他都不允许 就是就算他允许 他最后也得给我搅和黄了 这怎么搅和 我们几个一起出去吃饭 但是他答应得好好的 说你们一起出去玩 玩得开心点 好好吃饭逛街 看电影什么的 结果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我接了 我说喂 你干嘛呀 他说我就问问你们在哪呢 然后我说在哪在哪 他说那行了 我没事了 结果没过十分钟 他又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一想这肯定没什么事 我就没接嘛 几个朋友在一起 我老接电话 那像什么事呀 然后他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整个饭桌上那铃声 此起彼伏 我们那顿饭吃得特别尴尬 这是为啥 你想玩可以呀 但是我可以陪你呀 哪怕是咱们去逛街 看电影 吃饭都可以 人家不想老跟你腻在一起 这个有点弄不下去了 还有吗 还有过分的吗 有 他甚至就是跟踪我 我们两个约好了 二十号见面 结果他十八号 其实就到了我哈尔滨了 但是他没告诉我 然后呢 这两天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就问我 你在哪儿 干嘛呢 跟谁 然后其实他早就在那儿窥探我了 检验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我真没有跟踪他 我真没有 我就是想看看他 这几天做点什么 我也是担心 你确实提前去了 对 这我确定 你确实看了 然后给人打电话 对 他因为一个人我也害怕 就是碰到坏人呀啥呀 后来你怎么知道呢 姑娘 我给他买返程机票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怎么是 十八号就来了呀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边也没朋友 也没什么的 你来干嘛了 然后他就如实给我说了 而且当时还 特别挑衅那样说 我就是在考验你 恭喜你通过考验了 他这种关心 已经超过了关心的那个底线 让我特别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我本来医院就忙 结果他老人家骗我说他生病了 然后给我科室打电话 说他四十度退不下去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我觉得他肯定是什么大病呀 怎么着 我赶紧连夜赶飞机回去看他 到了家他就是一个小感冒 吃点药就好了的事 而且体温都不到三十七度 我特别生气 我不说生病你能过来看我吗 我只能用这种办法 把你请过来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他这个幼稚的行为 导致我回去以后 领导就批评我 当时全科室面批评我 说你这孩子怎么不 这么不懂事 这么大人了 咱们科室本来就忙 然后你还请着他时间假 他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工作 所以你要提出分手是吧 是 我现在在纠结 我不知道该分还是不该分 因为他毕竟对我那么好 你说我不能一下子 就把他那些好都抹掉吧 工作就比咱俩的关系都重要吗 咱俩相处也有两年了吧 你就没有考虑过咱俩的感情吗 我怎么没有考虑 你做这些严重的事情 我最后不都原谅你了吗 每次都是我去看你 都是我在付付 那你 我问你 你以前谈过恋爱吧 没有 没有谈 没谈过 初恋 你害怕失去他吗 我害怕 你想失去他吗 不想 真的不想吗 一会儿老师说的话 你全记住了 你这么做 肯定你女朋友保不了 来 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我是觉得这一桩恋爱里头 您口口声声地说 担心他遇到坏人 但我现在觉得他身边最危险的人就是您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假如他真的跟您分了 您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 其实我不能说是控制吧 就是我所做的行为 摆在你面前的几条路 A 死缠烂打 B 扭头走人 C 报复他 A 死缠烂打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分手 眼前出现了这么好的一姑娘的时候 你希望把他紧紧地转住 是这样吧 是 小伙子 您的占有欲控制欲太强 你不懂怎么爱个人 我建议你做一件事 用手使劲地去捏住一把沙 你越用力地去捏着那把沙 沙一定会从你的指缝里溜走 但如果你是用手轻轻地把它捧起来 你不去捏它 那把沙就会在你的手掌心里待着 如果您只是因为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 就不停地在脑子里过这个画面 和回家去找一点沙 反复练习 看看能否让你懂得女孩子是需要呵护的 需要给空间的 不能够用那么大的力气 去努力赚取的 好不好 而在你练习完这个之前 我也希望你能够给女孩一点时间和空间 她已经快要窒息了 她在这一个觉得危险 和快要窒息的一个状况里头 你做的任何一点努力 她可能都会反抗和挣扎 她想推开 她推开也许不是为了拒绝你 只是为了推远一点 让我呼吸一下 我喘口气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让两个人的关系 不要往前激化 今天我主要都是对小伙子说的 但我想您应该听得懂 您刚刚有说一句就是 她对我那么的好 所以我很矛盾 很多那一些好不是来自于爱 只是来自于战友 所以保护好自己 先往后退几步 男孩 当时是你追的他吧 对 我追的他 你觉得他漂亮吗 漂亮 你觉得会有很多的异性 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对不对 这个不清楚 你没问过吗 有没有人追你啊 因为你现在是异地嘛 对不对 我没问过 没问过 没问过 不敢问吧 你做的种种的那些行为 不都是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人在追他 到底他有没有关注别的人 甚至于你把他的所有的QQ上的男性的朋友全给删掉 做的行为不都是这样 我只是想让他回老家发展 这些行为我就是想让他 你想让他回老家发展 是觉得老家适合他发展 还是留在身边 你很有安全 因为我们双方父母都在老家 你真的喜欢他吗 这个我常爱 真的 那我问一种情况 我想问问你的感受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一直在骚扰他 你是什么感受 我肯定不舒服 你不舒服 因为你知道他不舒服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需要保护他 对 那现在这个骚扰他的人啊 就是你 因为时常的嘘寒问暖 那是表示在意啊 关心啊 但是过度的狂轰滥炸 那就是骚扰 会使他涂天烦恼 但现在就是这样 比如说 你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呢 因为你知道 他知道会生气 但你还要这么做 你是就在做一件伤害他的事情 你是真爱他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你觉得他应该回到你的身边去工作 这是为他着想吗 你有问过他的规划吗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你仅仅是爱他自己哟 小伙子 别这么不自信 既然这个女孩喜欢你 爱上你 一定你身上有闪光点 同时不要做令他讨厌的事情 第三 我们列一个规则 你能不能做到自己坚持 不主动给他打电话 你们做一个约定 等这个女孩给你打电话 除非啊 除非是有事情啊 你给打电话 每天不是打两个电话 或者三个电话 等他打 你知道吗 等的一种感觉有时候挺好 因为你刚才说了 总是你去找他 我们能不能换一下 其实女孩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个男孩的话 你也知道他做出种种那些 行为的背后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懂的话 你应该主动一些啊 为什么你偏偏是始终是被动的 他会很紧张啊 你其实应该做一些调整 但前提都是 你真是喜欢他吗 我真的挺喜欢 因为他特别照顾我嘛 你喜欢的是他的照顾 所以啊 这些事情并不是单方面出现的问题 导致的现状的出现 其实有你的因素在里面 甚至于他已经感受到你那种 可能若近若远 他不安全了 他才这么去来对你做了一些事情 如果你真是不喜欢他 直接跟他说 不要这么折磨他 好吗 他内心是比较脆弱的 是这样 小白 是吧 有一点你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你不能以你自己的意志为主要的想法 你不能认为说他选择留在了哈尔滨 他选择了工作就证明不爱我 工作和爱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不能去比谁重谁轻的 因为每个人在每个时期 对他来说是有在这个时期 需要着重去发展的事情 可能这个时期对他来说 工作确实比你重要 但你不能因为这一点 就否认他爱你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质疑的话 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他不爱我 他在那边是不是有别的人 所以我得去侦查 你希望他回到包头 但是可能对他来说 哈尔滨现在目前更适合他 可是你不能认为他不爱你 而且你没有你的事吗 你的生活里面全是他吗 爱情是融入生活 不是占据生活 它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明白吗 所以你的这种控制欲和占有欲 充斥了你的生活 会让人觉得可怕 你何必要让别人 把你想成这样的坏人呢 其实无非就是 你希望得到他更多的重视 因为他没有给你更多的回馈 他没有主动来看你 没有主动联系你 没有在放假第一时间 选择回来看你 你心里不平衡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 你也需要就是 多在感情当中投入一些 我理解 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 工作很重要 在发展事业的同时 如果你觉得他照顾你有加 对你非常好的话 想珍惜这个人 就也同样地付出一些 对不对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个男生 其实并不是真的爱你 就是如果 这个女人不属于你 要离开你 你却依然要死缠烂打 限制她的自由 那显然你是不爱她 你们两人对话当中 有两句话让人记忆深刻 第一句话是男生所说的 男生说不我这是在保护她 然后主持人问女生说 你为什么不走呢 女生说 我觉得她其实有的时候 对我还是挺好的 你认为这种保护是一种好 现在的女生也不知道怎么着 她好像分不清楚 男人是对你好还是不好 一个男人一大早给你买早餐 牛奶面包端到你的床头 你觉得她对你自己特别好 但前提是建立在你听话的基础上 你要是不听话 那么那个对你百般献殷勤的男人 就会成为最不讲道理 最不能容人的那个人 这种好很可怕吧 所以所有的好都是建立在 你自愿的基础上 我愿意接受并且享受这一切 那好就是好 如果我已经变得反感了 你还要这样 那很显然 她只是想把你弄成一个提线木偶 而等到有一天 你成为最听话的那个女人的时候 最先讨厌你的 其实就是这个男人 因为你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魅力 所以女孩子一定要分清楚 男人哪种是控制 哪种是真为你好 你看有些男生对你好是哪种好 特别宽容的好 你让我站多远我就站多远 因为我尊重你 对不对 你反感我就走远一点 是吧 你要是喜欢我就近一点 但是她往往把这种男人 称之为是笨 称之为是老实 倒喜欢那种进攻性的 认为那是一种魅力 那是一种男人的勇气 但是这样的男人很危险 任何的好都建立在 有距离的尊重的基础之上 这不是爱好不好 她所有的对你的好都建立在你听话的基础上 如果你不受控制 她就不会对你好 就像刚才米娜老师问她说 那如果要跟你分开你怎么办 她选择了 死缠烂打 请你们理性地分析出 哪一种是对你们好 好一定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 谢谢老师 至于男生 我只知道一点 别拿初恋来说事 别拿说我很喜欢你来说事 没有这样的 你做任何一切事情 都要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说我拧你一下 我也觉得我是爱你啊 你舒服吗 你肯定不舒服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尊重 你连别人的行为都要去限制 你还要背后去侦察别人 所以不要干这样的事情 不要打着爱的名义 去做任何你想要做 而别人难受的事情 对于你来说 不是初恋如何结束 是学会如何尊重 就这样 听明白没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要觉得不爱了 你就跟他说 你说我不爱你了 我们俩你放心 这小伙心里会很难受 只要你说清楚 他绝不纠缠你 对吧 兄弟 对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发红糖真情六十秒 咱们两个爸 其实在一起两年了 两年之中一开始 你对我的好 我真的以为真的是好 可是后来 你对我那些控制 我觉得让我特别窒息 现在我觉得咱俩的关系 可能我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了 而且就算我离开你了 或者怎么样 我希望你赶紧找到下一段幸福吧 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些行为 就是让你有可能产生一些误会 但是我就是想让你回家发展 这是我的真正的目的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 我也舍不得 我希望回家吧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一队的选择 请开 也好 也好 好 来 不要求你给人祝福啊 以后还纠缠人家不 我也尊重他嘛 我也尊重他的选择嘛 尊重他 不会纠缠人家吧 对 加油 小伙子 谢谢你啊 请回 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 当你在爱情当中 发现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及早地把事情说明 好了 接下来的这一队就很有意思了 生活呢叫一波三折 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故事 来 请看 杨先生 您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 因为我最近一年在上班那里 接住了一些和我耍得好的兄弟 然后带我去做生意 然后做生意赔了 然后这一年多呀 也没有怎么关注家里 确认对老婆确实也不是怎么好 然后我老婆要和我离婚 然后我想经过这个节目来挽回她 这是对一段婚姻的挽回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海 三十一岁 来自重庆 厨师 女嘉宾小丽 二十七岁 来自重庆 大堂经理 来 有请小丽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老婆是吧 对 要挽回是吧 对 我想挽回她 你想跟她离婚是吧 对 结了多久就想离啊 结了一年半了 结了一年半了 咱们把她分一分好不好 好 从婚前开始说 当时为什么嫁给她 就是因为觉得她是一个挺帅气又老实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又有责任心嘛 所以说我就选择嫁给她 可是经过一些事情 我感觉她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 老实说话不早调 所以说我选择要离婚 好嘛 这个出尔反尔不着调 是吧 说婚前的时候 你答应出二十万的彩礼和一套婚房 是吗 对 婚房是你首付还是全款 首付 首付 对 女方是要给多少钱的嫁妆 谈了吗 给十五万的嫁妆 给十五万的嫁妆 这是双方答应好的是吗 都三年好了的 两家一起 完成了吗 就是没有完成嘛 因为她家嘛 半天拿不出那个彩礼钱 然后现在拿不出彩礼钱就算了嘛 然后我们两家就三年说 一人拿一半买了房子了 然后本来就说高兴就结婚嘛 哪个晓得她老是欺骗我 等于你也没有彩礼钱 还没有要到 还没有要到 当年的那个彩礼钱 其实付了首付和定金的嘛 还有钱不够 我要跟她家里 叫她赞助一点 然后这个钱还没到 首付的钱付了是吧 对 是谁出的 都是你出的 还是你们一家一半啊 我们一家一半 当时考虑什么时候 把这个钱给她呢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个平房吗 那时候我们妈妈 叫我们拿去把它卖掉 然后给我们结婚用嘛 那时候 是希望那套平房卖掉之后 来用的 对 来 是不是 给这个钱 好 这就是大家婚前协议了 协定之后的 南方都没有兑现 没兑现 怎么还嫁了呢 因为就是说 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嘛 可能她给我的感觉 也是那种会过日子的人 所以说我们两个就 我又决定说 嫁给她嘛 然后那时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对 那在那个时候 她有其他的承诺吗 就是承诺说把那个房子卖了 给我财力钱 可是现在房子 她想拿去卖了 还债 还什么债呢 就是因为她在上班那里嘛 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 叫她去做一个投资 说回报率还挺高的 然后就说做生意嘛 然后就去找她朋友 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 然后借了几十万的钱 拿去做生意 可是那个人呢 拿了钱就跑了 现在钱就要回来了 不知道要不要回来了 等于她被骗了 对 就被骗了 被骗了为什么要离婚呢 就是因为她现在 把那个贫乏拿去卖了 拿去还那个债 因为那时候 她已经承诺说 把那个房子 是给我拿来 当我的财力的 所以说我要离婚 你这样子 等于就为了一套房子离婚嘛 姑娘你这个 谁听谁都觉得物质啊 你们婚后生活得好吗 不好 怎么不好呢 因为就说 不是过年的时候 我去她家里嘛 然后一直妈东西嘛 在家里妈这样妈那样啊 她也没帮我的忙 然后完了 我自己家完了 还去婆家那边帮忙 都没有心疼过我 我在我家自己 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然后到半个月的时候 我整个背啊 全部都贴满了高压 她从来没有心疼过我 就她不做家务是吗 对 还跟着她朋友 就那里嘻嘻哈地聊天 都不在乎我 因为那时候 她跟我父母承认过说 结婚以后 不让我再一滴水嘛 可是现在根本不是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她结婚的时候 两个承诺都没实现 是吧 没有 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对你好 不让你沾水 就不让你干家务 是这意思吗 对 现在都让干了 都干了 而且说话老是骗人 还骗了你什么 就是我就以为 只有那几万块钱 拿去给她做生意 可是她就背着 那几万块钱是什么钱 就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 父母赔我的嫁妆钱 让我拿去卖了 你父母给你结婚的黄金首饰 他都卖了 卖了 我拿去卖了 还让我去找我父母 拿了两万块钱 我以为就这几万嘛 我就说这几万被骗 就被骗了嘛 感觉 也没有在意 所以她还背着我 去找朋友借钱 那等于说 你跟你妻子说 投资要钱 你妻子就把 赔嫁的首饰卖了 然后又从你岳父岳母那 拿了两万块钱 给你让你去投资 对 你说的投资额 当时说的是多少钱 一共二十万 你跟她说的是多少钱 跟她说的是几万块钱 为什么跟她说几万 却投二十万呢 但是我当时怕她说我嘛 我不敢跟她说嘛 那你就可以这么骗她吗 那你也没问清楚 等于你就相信她是吗 对 你是觉得反正这几万块钱 投了赔了就赔了 对 因为她一直心想着说 去做那个投资项目嘛 为啥呀 你为什么不跟老婆说实话呀 说是二十万 我就是当时怕她说我嘛 我不敢跟她说嘛 那你就不怕这钱没啦 当时我挺放心的 但是我没想那么多 后来被人家骗了就可以 好 我告诉你 你知道她现在心里怎么想吗 她就感觉我欺骗了她 所以她要和我离婚 我再问你 你除了这件事 还有什么事是瞒着她的 这就是她心里想象的 最可怕的 对吧 对 你还有其他事瞒着她吗 没有啦 你信吗 不是 你看 她不相信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没有信任感了是吧 对她 对她已经没有信任度了 当时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她追的我 她追的你追了多久啊 追了几个月吧 谈了几个月结的婚啊 谈了五六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你也并不了解她对吧 对她 就是现在 就是觉得她帅对吧 对 那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 嗯 知道啊 他们什么意见和态度 就是看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就是想结婚 我父母也挺赞同我的 如果她确实就是这个事 骗了你 没其他的事 你还考虑吗 嗯 也不考虑啦 因为她总是 说些话不早调 除了反而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 最现实的问题 这套房子的首付 你们一家出了50%对吧 嗯 这房子怎么处理 就说如果离婚了 我们会选择 把这个房子拿去卖掉 我们一人一半了 你怎么想呢 因为当时我结婚 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嘛 嗯 嗯 如果说她那边要离婚 那我只有一人一半 但是我现在想的 我不想离婚 这媳妇怎么样啊 媳妇我觉得她挺好的 我就想挽留她 哦 嗯 好了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对于您来讲 一点感情都没了吗 嗯 感情还是有点点 可是我还是想离婚 因为反正她嘛 老师欺骗我 我也伤透了 您说的老是欺骗 可是我们在这里头 重大欺骗就只听到了这么一次 就是瞒着您在外头借了十几万 嗯 而之前的时候 所谓的我出20万 你出十五万之类的 她没有出到二十万 您家也没有赔来十五万啊 赔了的 啊 您把十五万都带来了 嗯 带来了的 然后我们赔过去的 就是他们那个财力也没有拿 然后我们拿着十五万 然后他们家拿了一点钱 我们去买了一个新房的 这是第二件 她骗了您的事 嗯 还有吗 没了 就是她跟我说的 就是说结婚以后 都不让我摘你水 这是不可能的 这都是情话 情话里头说 我给你沾星星啊 我把月亮拿给你当项链啊 如果她没有给你当项链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说 你说话不算话 你是个骗子 没有 她之前也 承诺过很多错嘛 可是还是没有做到 一直在 她手都不让你沾水 你怎么洗脸啊 所以这也是 不且实际的情话 那就满足于当下 听听看也就算了 您现在假如没有这个债务 会离婚吗 也会 也会 为什么 还是因为她骗您啊 哪是说话不算数 她就骗了您这三处嘛 还有什么嘛 就算是我们把这个手沾水 都算上是骗了您 还有没有 因为我现在特别想弄明白 一件事就是 您所衡量的人的撒谎 和说话不算话 是怎样一个标准 如果是您的标准出错了 那么您接下来 跟任何一个人谈恋爱 或者结婚 您还是会陷入到这一个逻辑里头 再次的分手 再次的离婚 所以我们先搞搞清 你的这个说话不算话 究竟是怎么衡量的 她还骗了你什么 您自己都想不出例子了 是不是 所以痛痛快快地给一句话吧 是不是不爱她了 是不是因为这一些债务 让你觉得在一起没有未来 还不如重新开始人生 来得更简便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好替您分析的 祝你们好运吧 男生 目前现在这个状态 是您始料所及的吗 不是 我想 想挽回她 不想让她失去她嘛 因为毕竟失去她 这段感情就没有办法了 你拿什么来挽回她 你现在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她都不相信了 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 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你在她心目中 已经成了出尔反尔的 不讲性的人了 其实你还可能以为自己 我就是吹吹牛 撒了一个小谎 然后拍了拍胸脯 我其实就为了 想能够尽快地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嘛 对不对 这是你想走捷径 要面子 产生的一个后果 你的那张情话呀 编的那张网太大了 大的全都是洞 你根本兜不住 所以我觉得眼前啊 最关键的 你做出点真正 脚踏实地的事 明白吗 少跟她成一些诺 因为承诺容易 贱诺难啊 你现在能做到什么 你就去做 踏踏实实地承认 你之前哪些是吹的牛 哪些是你也被别人骗的 哪些是自己认识不足的 但是真正的 要把你那颗真心拿出来 否则这个女孩 最让她漂白不定 就是说 她不了解你这个人了 不知道哪句话 说的是真话 哪句话说的是假话 所以我倒觉得 我的建议是 你们俩都安静一下 你做出点真事来 把一些事 咱里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从情感上 要去补偿这个女孩 而女孩呢 的确你 无法马上回答 老师的问题 你到底是为什么分开 都有 因为就是因为这些事 你才认清了一个人 能不能给他 和给自己 一段时间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说 你真正看他 能不能改正 也是给自己 之前判断 有没有完全错误 做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 如果真是觉得 他已经救无可救了 那好 你要长记性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得经过考量 短时间地认识一个人 能那么快迅速地 得出结论说要结婚 我觉得也太草率了吧 就这样吧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两个人都太小孩了 你们把婚姻当儿戏 觉得就是一张纸的事 热恋 然后觉得 到了结婚的日子了 去领这张纸 领完了以后 出现问题了 谁都在逃避责任 逃避问题 生活给你们出了一些难题 你们唯一做的就是逃避 从没想过去解决这个难题 我希望你们现在开始 先学会成长 明白一个人的责任 对于家庭责任 对于社会的责任 或者说对于自己最爱的 那个人的责任是什么 明白婚姻是什么 否则你们就算从这里跌倒 也还会继续在这里趴着的 尤其女孩 如果不够了解她 不要想着 我谈一个恋爱 就是要嫁人 如果你没了解清楚 一个男人就嫁给她 然后出现问题 你就选择离婚 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男生 不要太幼稚 这个时候还能被骗20万 然后还跟自己的妻子撒谎 你就是两个字儿幼稚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先学会成长 长成为大人 再谈感情 再谈婚姻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们把婚姻当什么呢 他们俩就没有把婚姻当回事 你们认识几个月就结了婚 五 六个月 五 六个月就结了婚了 事实上经过了一年的婚姻 你才会发现 你其实并不了解 对吗 所以当初结婚不是因为了解 也不是因为信任 是因为冲动 你们这个婚姻 本来基础就不扎实 一个男人对你献殷勤 你就觉得对你好 就要嫁给他 并且不顾家庭的反对 一无反顾 还好此时此刻你们俩之间还没有孩子 如果有孩子的话 受伤害的是三个人 刚才敏娜老师问你说你还爱他吗 你并没有回答 犹豫和迟疑下下证明你心里没底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哪一点该信 哪一点不该信 离不离婚是你们自己所做的选择 但是你们俩现在的关系 甚至不如从前 结婚到结成了仇人 我觉得每个人现在不管是离婚还是不离婚 都应该考虑清楚在这段婚姻当中自己的不足 自己轻视了什么 有哪些地方做的有些冲动 将来不管是在一起 还是离婚 再寻找下一段感情 多多少少 咱们没白结一次 对不对 记住 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 谢谢图老师 在这段婚姻当中 到底要汲取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这世界上 没有掉馅饼的事吧 没有 怎么可能投资就 一下就那样 就想走捷径嘛 都坦诚 都别骗 胆挺大的 是吧 跟自己老婆说 拿几万块钱来用用嘛 如果你不贪心的话 你一定会问清楚老公的 好老婆是 老公拿回五万块钱 老婆会问 你一个月挣五千块钱 你怎么拿了个五万啊 哪来的这五万啊 这是好老婆 所以啊 诚实 不要沾小便宜 记贪心 每个人雇勉吧 不仅仅说你们 大家都雇勉吧 好吧 你要还想挽留 你就跟他说 他愿意给你机会 那就给了 他要不信你 我们真的没办法 因为没有人 有能力 去弥补一个 不相信的人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秒 好 好 老婆我会以后对你好好的 以后不要再欺骗你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好好陪着你 不会让你吃一点的苦 可是我还是不想再相信你了 我觉得你每次说的话 总是错而反而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我觉得他们俩 好像都在这个突然的变故当中 有点傻 就对于男生来说 也是天塌了 怎么钱也给骗了 婚姻也没了 来 请关门 对于女生来说 好歹我们俩在一起了 你怎么这么大的胆 我看他们两个都处在 那个应激事件的那种 不知所措当中 他们应该慎重地 再考虑考虑 看看这一对的选择 请开门 来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师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她也很爱我 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准备结婚 可是刚过完年回来 她就要和我分手 毫无征兆 我想应该是家里的提议吧 以前从来都不这样 她的意思是 让我去他们家 不然就没得商量 现在已经辞职回老家了 怎么挽留也没用 然而两年的感情 她说走就走了 听她父母了 我该怎么办 两年的感情 说分手就分手 怎么可能毫无征兆 怕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已经是自以为是的状态 不够深入 也不够那么爱你的女朋友 既然不够深刻 也没有那么了解 我想挽回已无可能 现在是感谢的时间 我们的节目是由 绵绵保湿 湿湿水嫩 伊贝斯海绵霜 冠名播出的 药宝是伊贝斯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 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了 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现场以及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